特勤队荷枪实弹躲在楼梯间等住宅大门 已有动静立刻上前逮人 因为这里根本是暗藏在民宅的诈骗机房 Instagram上5000多名粉丝营造出网红人设 但这全部隆喜Gate 诈团专门在网路上截取美女照片制图 利用假网美在经营IG 锁定20岁到35岁年轻族群下手 诱骗被害人投资虚拟货币 还声称高投资报酬率稳赚不赔 警方破获诈骗机房两波搜索行动 逮到8人查扣名车 李姓主贤靠着假网美的投资诈骗 骗了40多人诈骗金额共500多万 该集团以个人工作室经营诈骑机房 再变造高收益记录 让被害人兴以为征 持续入金若遇获利出金 需再缴交信托费用等比由延始出金 至终无法完成交易 假投资诈骗层出不穷 另外在万华也有一名富人借贷 差点被骗 你很贵的话很贵 可能都是 几个工程是在操作 不要相信抗 袁景豪说的来说就是要劝富人 别轻易落入诈骗陷阱 原来72岁的富人日前到银行 要申请一笔1830万的贷款 但银行行员认为有异状报警处理 不是说靠过群组下竿这样 富人为了投资竟要巨额贷款 很明显受骗上当所信警方 及时到场阻止彻底揭穿这场骗局 靖新闻综合不到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可得重? 抑上留? 只要留在后面 接着 放在后面 您可以压抑上 ?